台中市自定12月12日为台中市感恩日 在市长的领头下 数百位的社福及工艺代表 一一将手中的小旗帜 插在大台中的地图上 象征江爱散步整个大台中 独居长者 有送餐服务 也是大家在旁边 真是各式各样的工具 活动食物银行 都是靠大家在旁边 那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团阅 支持大家 大家一起努力 我来这里代表台中市 将近270万人 谢谢 真的谢谢 一样参加 看看许愿树上是来自各个单位的心愿 有的是祈求家人平安幸福 有的则是希望社会不再有苦难 而市长也将自己的愿望一并挂上去 希望大家都能开心笑眯眯的 我在我的爱心卡上写 感谢大家脸上的笑容 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如果每个人都笑 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好 谢谢大家 你们给台东市民带来很多笑容 我们就从今年开始 我们就把它定一个节日了 叫做1212公益慈善感恩日 那我们希望借由我们台东市这么多团体 他们以实际行动来做很多行善 跟公益慈善的故事 继续让他发笑 那让更多人都可以来做社会服务 有了各界的爱心益助付出的人心理充实 若是民众能感受到协助 社会也会因此更加温暖 建军台中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